音乐一响起就知道日本任天堂电玩招牌人物 玛丽欧要来了 耗13年大阪环球影城和任天堂合作 斥资超过600亿日币约161台币 打造全新园区超级任天堂世界 比哈利波特园区的451日币还多40亿台币 14号发布一段2分40秒全新MV 预告主题乐园将在7月14号盛大开幕 可别愿日本老牌电玩大厂只有这么点本事 结合最新科技环球特别为任天堂量身打造 能搭配智慧手机的互动手环 力量提升手环在发布会上首次曝光 敲砖搜集硬币 带着特制手环和APP连线后 就能在园区内数十个问号砖设置点 真的进行闯关任务 另外园区内还有关键挑战 玩家完成任务后拿钥匙 收集到一定数量后 就能和其他玩家挑战大魔王关卡 抢救公主 重现电玩游戏中 击公主城堡 蒙古王国 甚至将马利欧赛车等游戏设施 搬进乐园 这栋双层复合式建筑 打造真实的电玩世界 大阪打头阵后 会陆续进驻美国加州洛杉矶 佛里达 奥兰多和新加坡等环球影城 吸引全球玩家到场体验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